最近港股的走势比较疲弱 曾经失守2万点的水平 不过目前为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对于最近的走势来讲 就是一年串的跌串的平均线 目前10天平均线2万点 白百点的水平 应该就是最近的一个技术性的水平 如果能够在短期内 重发那个水平的话 应该后续也会比较深深乐观的 不过最近其实市场有很多不利的消息出来了 比如说内营或需要收紧信贷 还有内房或需要商调手套房贷的水平 所以最近没有一些利好的因素 推动港股上升 如果短期内有一些趁低吸纳的话 应该也可以带动到 就是恒生指数在2万点水平上落 后续也需要注视内地政府的政策 对整体的投资情绪来讲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收拾前面